今早的AT國股推介,第一隻是百威亞太176 百威在亞太區東部和西部銷售啤酒,品牌是包括百威和南威等知名啤酒品牌 在過去十年,百威因應營商生態的轉變和配合產品組合的銷售,不斷加大零售和網上銷售的收入佔比 關於過去近三年,新冠疫情窒外食市、酒吧等開業時間也進一步削弱野生活相關店舖分銷的貢獻 李昂表示,看到內地高線城市首先放寬防疫政策,廣州市放寬後預料其他城市也會迅速跟隨 內地加快重新開啟,意味著百威有更高的貿易量增長和利潤率擴張 並且基於內地重新開放,以上條百威銷售預測和目標價 百威營利增長的能力除靠銷售增長加快外,還有無利率提升 經銀國際發表報告指,原材料壓力已緩和,並預計百威在2022年下半年 無利率可因此提升0.9%至51.8% 原商給予百威目標價平均值大約28.3% 較百威上星期五收市價24.5%,高近1.6% 建議投資者不妨等23元吸納第一柱,如果有機會回到22元便可加第二柱 第一個目標是26.5%,只虧位放在20元關口 第二隻港股是中移動 明年在加息週期下,中移動預計股息率接近10厘 加上股值有望提升,建議投資者可以加入收息組合 從事股東回報的中移動較早前重申 他們的派息比率在2023年將會維持在最少70%以上 根據彭博綜合券商的預測,中移動今明兩年的預測股息率是8.3-9.6 另外,中移動在11月底宣布延長增持公司A股股份計劃 12個月延遲到明年年底,公司將會維持30億至50億元人民幣的增持計劃 今年1月21日至11月29日期間,只是增持15億1千萬元的股份 只是達到下限的一半 管理層表示,為了回應投資者關切、積極履行承諾等原因,決定延長計劃 韓國綜合券商的預測,今年底中移動的自由現金流是1436億 較去年增加了42% 顯示公司財務狀況穩健 另外,管理層早前指引公司的5G資本支出會在2023年逐步下降 他們的總資本支出佔收入比率在3年內會降至22%以下 中金認為,公司強勁的基本面和高派息比率,加上市場對數字化的關注度也在提高 中移讀的估值方法將會得以重數 韓國綜合券商的平均價是73.44元 較上星期五收市價51.65元,高出超過4.2元 建議投資者在51元買入,先在53.5元,去到48.5元就適宜止虧 4個月,馬列元給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